被枪杀的少年引发惩罚暴乱 是什么让数千未成年人变成暴徒 都认为遭到的种族歧视 带有暴力性质的游戏才演变成为现实 旧伤疤被揭开 欧洲在天心裂痕 崇恨种族其实是埋下来了 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凤狂聚焦 少年之死何以引爆法国 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狂聚焦 法国17岁的少年纳赫尔 命段紧援枪下 引发的暴力像野火一样 席卷了法国已近十天 范围之广持续知久 令全球关注 更引起了欧洲多国的深思 暴力设计200多个城市 官方出动了数万名的警员 逮捕了数千名的暴力人士 街头打砸抢烧 学校 市政厅 甚至地方官员的住宅 都被纵火和袭击 少年之死触及了怎样的社会矛盾 而安全阀门又如何恢复控制 巴黎西郊的南泰尔区 示威者在街上纵火 向天发射烟花弹 现场爆炸声不断 火光冲天 多辆汽车被烧到只剩下支架 警方则在防爆车的掩护下 逼近骚乱现场 同示威人士对峙 欧洲浪漫之都巴黎 如今更像是乌东巴赫木特的战场 巴黎西郎是当地最大 华人居住区 有近五万华人聚居 也没能幸免 那里的华人店铺和餐馆 也惨遭暴徒的打砸抢 就是昨天半夜两点多 那这些一般都是 这些捣乱这些不法分子 就是他为了要泄愤还是怎么样 就在亚洲这条街 就是打砸抢 那很多地方就是打了玻璃 他们就冲进去 把他那些钱财都拿走 6月30日晚 有网友发布了这则视频称 一辆载有41名中国公民的大巴 在马赛遭到十几名黑衣人袭击 有人受伤 这次巴黎北郊所引发的一场法国全国性的骚乱 很快就从首都巴黎扩展到 包括马赛以及南部的很多城市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骚乱 有数千辆车被烧毁 也有很多的商铺遭到打劫 这场骚乱还不仅仅限制在法国范围之内 甚至波及到了旁边的瑞士比利士顿的国家 那由于我们知道 欧盟它是一个崇尚四大自由的国度 那凡是签署深耕协定的成员国 他们都是互相的没有物理性的边界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的扩展 实际上也导致了 这一次的法国骚乱 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跨国行动 这一切的导火索 源于6月27日 从法国巴黎郊区传出的那声枪响 6月27日早上8时20分左右 17岁的快递员纳赫尔 在巴黎郊区塞纳省南泰尔开车时 遭到两名警察拦截 理由是临时检查 但纳赫尔没有配合停车 而是试图开车摆脱 一名警察朝纳赫尔开了枪 少年胸部中枪 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警方称 纳赫尔拒绝停车 试图逃逸 并企图撞向警察 暗示执法警察可能遭到了威胁 然而随着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曝光 全世界都可如轻力般的重回案发现场 警察当时的枪杀行为属于反应过度 是多数民众看到视频后的直观感受和观点 随着现场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 纳赫尔的更多信息陆续浮现 他17岁 阿尔及利亚裔来自巴黎郊区的工薪阶层社区 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独子 梦想成为一名机械修理工 纳赫尔的母亲在媒体采访中直指 这起事件涉嫌种族歧视 警察涉嫌种族歧视 过度执法滥用公权力 每一点都刺痛法国民众 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神经 勾起他们深刻的不安 这小小小小小的奥 是因为这些镜业 如果他没有镜业 我们会玩过他的照片 他已经在区域 他已经在区域 他有了一段随时的过程 不是 这一年轻人的17岁 被捕了警察 这会需要他认为 这次法国的巴黎骆 我们看到 这些问题的区域 他离巴黎的市区 也就11公里这么一个地区 那么现在巴黎市郊的 这些北非裔这些居住的环境都比较差 而且青少年比较多 再加上种族歧视的这些矛盾的始终存在 最新的法国民调显示 这些北非裔的青年 85%的人都认为 他们是遭到了种族歧视 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警察在查这些有色人种的时候 明显的不管是交通警察还是治安警察 好像见你是一个有色人种 他始终带着怀疑的眼光 甚至把你当作暴恐袭击分子来看 动辄就要检查这个证件 他们自己想得到的社会福利 以及他们得到的尊严 实际上都没有 他们就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就愿意爆发出来 为了平息民众怒火 法国政府第一时间站队 表示支持受害者及其家庭 反应迅速态度诚恳 过去经常力挺警方的总统马克龙 当日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枪杀17岁少年的做法 不可理喻 不可原谅 判动了整个国家 对少年开枪的警察 第一时间被逮捕 并将面临刑事诉讼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政府的表态 仍不能平息各界的不满 从6月28日当晚 局面就开始失控 并迅速演变为 伴随着打砸抢烧 蓄意破坏公共设施 个人财产的全国性暴动 西方的互联网 确实应该说客观上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我们看到新型的 这个媒体互联网 它的这个传播速度 是一瞬间就死得 这些青少年 第一时间看到那种 血灵的层面以后 就感同身受 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 警察难用公权力 就涉杀自己的同胞 所以一定起来 要为自己的命运 要为自己的前途去抗争 我们知道呢 现在很多孩子都在玩 网络的 这个带有暴力性质的游戏 那这些孩子呢 由于他处于一个 所谓心智的 唯有完全发育 与成熟的这样一个年龄段 所以呢 导致他们会 往往将虚拟与现实相混淆 比如说在玩一些 带有暴力的 性质的游戏的时候 在游戏里面玩得很爽 那发生了几事件以后呢 他们可以在游戏里面 通过所谓的互联网的空间 一呼百应 很快呢 就把它演变成一个 所谓的现实版的游戏 那走上街头去打打响烧 6月29日下午2点 一场向南泰尔区 17岁年轻人致敬的示威游行 拉开虚拟 纳赫尔的母亲坐在一辆平板卡车上 穿着一件印有为纳赫尔伸张正义字样的白色T恤 这场示威游行 有6000多名游行者参与 他们举起拳头 勾呼 为纳赫尔伸张正义 纳赫尔生活的街区墙壁上涂鸦着 我们将为你报仇的字样 其实这个法国社会现在很撕裂 过去在这个法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那时候法国也邀请了很多这些 相信伊斯兰的穆斯林群体 从阿尔及利亚 图尼斯和摩洛哥这些国家进入法国 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很好 就业需求很大 第一代移民跟法国的摩擦并不大 但是从第二代移民开始摩擦越来越大 往往在就业和这个社会分配上面 他们会遇到无形的一种强的阻挡 所以他们不能够像法国人一样 完全进入这个法国社会 法国的郊区集中了大量的这样的 这个外来移民和外来移民的后代 所以呢在前些年还记得 前些年那个恐怖主义非常非常猖狂的时候 法国的很多第二代移民 就参与了这样的这个暴力活动 他们甚至参与了很多中东的这个伊斯兰国的那些暴力活动 他们从欧洲跑到中东去参加这些这个恐怖主义活动 参加这些暴力活动 然后就学会了打枪啊搞炸啊搞爆炸啊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回到法国 游行者从巴伯罗 毕加索制成出发 抵达纳赫尔去世的纳尔逊曼德拉广场 他们在惨剧现场默哀一分钟 然后现场开始失控 当晚暴力冲突 从巴黎蔓延到马赛 里昂 图鲁兹 尼斯 南特 波尔多等法国十几座主要城市 暴动者大多是穿一身黑衣遮挡面部的年轻人 防暴警察发起冲锋 发射电击枪和催泪瓦斯手榴弹 年轻人用烟花迫击炮袭击警察 每次警察撤退时 他们都会欢呼 急摩托车带着头巾的青少年充当观察员 他们用垃圾箱和汽车搭建路障 然后将其点燃 许多城市的市政厅外墙被火焰熏黑 媒体图书馆被完全烧毁 警察局遭到袭击 商店被打砸抢 街道上到处是烧焦的汽车残骸 每天清晨空气中都弥漫着烧焦的气味 法国警察的权力确确实实是从反恐以后大大的增长 警察最开始不是核枪实弹 你碰到恐怖主义 警察是没办法还击 没办法控制局面 所以后来就开始给警察这个权力 可以在这个街上使用武力 反过来讲第二代移民 他们也觉得面对这个越来越激烈的 这个国家镇压的话 他们反抗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使得这种暴力升级吧 越来越明显 在法国东部波尔尼 一座图书馆被烧成了废墟 十一万册书册被毁 这个社区一半居民生活在贫困县以下 在2005年骚乱中就曾遭遇密集破坏 这座图书馆是当年骚乱后 政府试图帮助当地年轻人融入社会而修建的 但现在图书馆与同一时期修建的公交站 市政大楼都被烧毁 这些为弥合族群关系而建的设施的坍塌 像是法国民族融合问题陷入僵局的缩影 近些年 法国各种示威游行频发 2018年 市民抗议政府加征燃油水 造成了法国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 今年春天 法国人因为抗议马克龙政府的新养老金政策 再次走上街头激愤示威 如今刚刚重归平静没多久的巴黎 再次发生暴乱 激烈程度和破坏性远胜于前者 法国是一个所谓的社会性抗议或者社会性骚乱比较频发的国家 这也是跟法国的一个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是有关系的 法国是大革命的摇篮 在17世纪18世纪就已经抗议游行示威革命 风起云涌 法国有一种说法 叫做走出咖啡馆 或者叫做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就上街雷 这个是巴黎公社的传动 在感到程度上 法国人对于社会的正义的要求 要超过欧洲其他国家 所以在法国发生这样的大规模的骚乱事件 也是一个屡见不见的事情 然而无论是种族冲突还是宗教偏见 法国频频骚乱 归根结底都离不开经济原因 从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以来 法国经济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增长 那个时代的GDP 法国已经好像是将近三万亿美元了 但是到今天为止 法国仍然是三万亿多一点的美元的GDP 所以它十年基本上没有增长 从2022年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 法国的经济就越来越困难 乌克兰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 就是能源价格爆炸 很多制造业企业就不行了 然后你的生活也不行了 通货膨胀也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使得这些移民后代 这些人更体会到 在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这些痛苦 因为他们更难就业 而他们却要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困扰 经济增长放缓 高福利带来的社会负担 劳动力改革推行困难 贫富分化严重 已经成为包括法国在内 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迹 法国政府也尝试推出很多政策 但也无法根治这些问题 比如说法国政府其实在巴黎奥运会主场馆的选址问题上 已经在偏向九三区这样为代表性的北部郊区 因为他认为北部地区缺少就业机会 所以明年巴黎奥运会 所以他把主场馆实际上还设在了北部地区 就希望能够用这个场馆的建设 以及以后的运营 乃至于奥运会所汲取的这样的一个急剧的效应 来解决一部分就业和促进和刺激这个地区的一个发展 但是没有办法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 它这个工业化的一个完成 那掌握资本的人和所谓的劳工阶层 他们间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 此次法国暴乱 再次把强制推行劳动力改革 削减福利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推上了风口浪尖 6月28日枪击事件发生当晚 马克龙带70岁爱妻 看了一场英国传奇歌手艾尔顿约翰的告别演唱会 期间布里奇特热情十足 随着音乐舞动身体 音乐会结束之后 夫妻俩还和摇滚明星合影 此时的马克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次日 马克龙还离开法国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 他要去那里再次呼吁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性 马克龙对社会骚乱往往是后知后觉 在本来程度上 他依然是法国精英的代表 要讲究礼仪 要讲究享受 要讲究穿着 要讲究这个面子 要讲究声誉 要讲究世界的雄心 他希望用法国的拳头架接上欧盟的手臂 就可以成为世界中坚强的一级 因此他对于参加欧盟峰会是非常的执着的 所以在法国发生骚乱以后 他依然没有太多的顾及国内的情况 而是去布鲁塞尔去开欧盟的首脑峰会 直到国内的鸡毛信一封一封地飞过来 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不得不从布鲁塞尔临时告退 然后回到法国来处理这样一期突发事件 马克龙无视国内骚乱的行程安排引发重怒 法国某位议员批评说 当法国着火的时候 马克龙正在为摇滚巨星鼓掌叫好 在社交媒体网络上 网民也痛批马克龙 法国国家着火了 但是他不在乎 各种各样政治势力都会利用这件事情 在选举政治里头 任何一件事情 各个政党都会想办法 把这个事件变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事件 现在法国的这种极右翼的 像民主阵线或者是民主联盟一些的 制造的一种说法 认为之所以这个事出事了 是因为你马克龙之前不够极端 采取的措施不够 才让这些人演化成这样的东西 对现在执政的马克龙政党 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自六月三十日开始 法国政府派出了四万五千余名警察和宪兵 法国精锐警察部队 黑豹特警队被部署在各个城市 增加十八辆宪兵装甲车 在事发区域实行宵禁 希望以此平息暴乱 截止法国暴动的第五个夜晚 有约2400人被捕 一组数据令人震惊 被捕人员中约三成是未成年人 平均年龄仅17岁 最小的才13岁 马克龙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呼吁家长们采取行动 把这些想去参加抗议的孩子留在家中 要求社交平台移除涉及暴动的敏感内容 以免助长暴力 这条视频呈现了法国深夜街头一幕 一位父亲揪着参与骚乱的儿子的耳朵 把他塞进车后备箱 然后离开 马克龙提出说 如果说这个孩子有了这样的暴力罪行的话 那父母也要面临两年的监禁 或者三万欧元的罚款 那这样的话 就是鼓励父母上街 把自己的孩子抓回来 或者是严格地把他们关在家里 这样就减少了上街去搞破坏的人数 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这场的骚乱 可以得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温 这个事情虽然可以被镇压下去 但是这种虫恨的种子 其实是埋下来了 也就是说在未来 还会不时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而且这种族群对立 特别是以这个宗教 不同宗教为基础 不同文明为基础的这种族群的对立 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同时在法国上演的骚乱 开始逐步蔓延至比利时以及瑞士邻国 有数百名骚乱分子在瑞士洛桑佛龙广场当街袭击警察 并闯入一些商店进行各种打杂以及破坏 而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也有年轻人进行混战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这个郊区和周围 也有大量的跟法国相似的现象 有好多这样的移民后代 在当年参加伊斯兰国啊 什么这些前线战斗的里面 也有很多比利时的青年 这些人后来 因为这个伊斯兰国后来被打散之后 他们也都陆续又回到法国 回到那个比利时 然后这些人其实 他们还是会不断地出现 不断地给这个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的 少年之死给法国社会政治 带来更深层次的创伤和震荡 极右翼领导人在2022年大选中 险些战胜马克龙的乐旁 第一时间指责当局对移民问题 和犯罪行为的镇压过于软弱 与此同时 在一位极右翼人士 为已被积压的开枪警官发起的众筹网页上 捐款数额已经达到100万欧元 多元文化 种族平权 和极右翼民族主义的冲突 正在撕裂法国 所谓的白人精英 现在也有很强的危机感 就是在人种的构成上 由于白人的人口出生率低 所以导致他们在越来越害怕少数族裔 尤其是穆斯林 他人数的进步增加 再有少数族裔中的极少数 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徒 也引发了他们更多的恐惧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更多的白人的中产阶级 在未来的法国总统 或者是他的国会投票里面 将票投给极右翼 极右翼 政党自然接这个机会 我觉得也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拱火 就指责法国政府 无人 那么现在中产阶级 法国很多的富人的车子也好 包括他的店铺被抢 被打砸抢 所以说就感觉到这些富人 他自己也要找一个出气筒 既然社会骚乱 主要是有事人种所谓 那为什么作为这个白人主流社会 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采取防范措施呢 总有一些人 有一些政党愿意替我们做主 愿意为我们伸张 但是反过来说 这些舆论一旦被传播 一旦被扩大的话 处理不好的话 有可能成为 就是说种族歧视 进一步加济的 这个社会矛盾的一个导火索 那可能这个说 这个法国政治就更加被撕裂了 社会也被撕裂了 法国今年不太平 春天的养老金示威 这次的暴力骚乱 关乎不同的议题 却又都指向深层的治理矛盾 在法国当下的人口中 有十分之一都是移民 社会承受着经济和稳定的压力 而俄乌战争又加剧了食品 能源和安全压力 其实不止法国 欧洲不少国家压力相当 所以当瑞士友人效仿法国 洛桑立即出手 逮捕了这些骚乱人士 多国都在担心暴力的火星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